凡人游喜 我们等你 8805来竞猜档期节目的嘉宾是否牵手成功 如果猜对的朋友有很大的机会 获得由凡人游喜线下婚恋服务中心 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大家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8805 8805 参与进来吧 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欢迎收看凡人游喜 我是相亲特派员佳迪 如果你也想参与到凡人游喜的话 可以拨打屏幕下 放到约线电话 8805 8805 孙先生 我们今天的男嘉宾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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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男嘉宾 我叫孙正义 今年的话27岁 然后身高的话是1米7 从事的话是品牌的一个运营督导 然后年薪的话大概是8万个元左右 本期就有男嘉宾孙正义 27岁 身高1米70 职业 品牌区域督导 月收入7000左右 婚姻状况未婚 我的闪光点的话是平时我和朋友在一起 朋友都会说我比较是一个幽默的小轮手 然后和他们在一起总是感觉很平易近人 和属下同事一起都觉得我处事非常注意细节 我的性格的话是比较外向 平时的话比较幽默 然后平时的话我也喜欢做一些户外运动 比如说我们户外的沙灘车 然后爬山这些 然后平时的话中午还偶尔和一些朋友都会打打麻将 然后我一共的话有两段一个恋爱经历 最后最近的一段的话是一年前 然后恋爱时间的话是五年左右 然后因为分手的原因的话是因为当时在外地工作 然后在外地工作比较久了 大概两年多 然后才导致那个分手的 我单身的原因是因为经历了两历的 两次的两历经历 想的话最近找一个适合自己结婚的 然后想一步到位 直到现在也没有遇到 我的一个则武要求是第一 就是看着对眼 第二个就是理解自己 然后孝顺父母 其实孙先生最开始在我们节目当中 你报名的时候显得是27岁 对对对 但是说实话我心中是有那么一点点怀疑 因为27岁你头发白成这样 你说你30期我也信 你说你40期我也信 但是你这头发是怎么回事 因为是有一点遗传 家里面遗传 家里面都这样 对因为我母亲最严重的是 我母亲的话是眉毛都是白的 对对对 那没想着去举一下油啊 让人的把头发颜色染一下是吧 没有没有 因为我们两边的话平时经常剪嘛 就我们就没有染 但是我是担心啊 你这看着太成熟了 因为今天的女嘉宾 她其实年龄呢也就21岁 你想一个白了头的一个男的过去之后 她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其实这其实 哎 行吧 这个第一印象 这个以后也会这样子 因为我不喜欢就是对头发 我没有特殊去处理 就是你也想用最真实的一面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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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看你这个职业叫做 嗯督导 都导什么区域都导 对就是我们在重庆是有门店 就是我可能每天负责 就是去巡店 在巡店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 即适合店铺沟通 给他们处理 但是什么样的店铺 是一个做啊 户外运动鞋子的品鞋子的 比店长再高一屏 对对对对 然后你要去监督他们做得好不好 对对对对 那你对自己的要求实际上 我感觉的出来还会更高 你希望能够好像更走一步 肯定的 这个是肯定的 就是可能慢慢的 现在后面也有一次机会 就是可能我们 因为我们是每半年的话 会有一次的那个牺牲机会 哦 对对对 非常希望你能够在工作上有所掌精 谢谢 这是第一点 谢谢 当然啊 你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 我们也不是聊工作的 我们是相亲的 而且我听说你前一段感情 实际上也是无疾而终 最终好像是因为一些是 异理原因 那这次来相亲的话 把这个异地这一点 会不会作为择偶要求之一 会 如果有异地的话 我刚不考虑的 就是完全不考虑 即使这个女孩我是看对眼了 我也不考虑 对对对对 那其实也就是朝着结婚发生去 是的 那既然是说到结婚 对于结婚另一半的老婆的要求是什么 第一个我觉得应该要理解自己吧 因为我每天的工作的话 应该可能会红碗 对对对 有可能不能时时刻刻的关注到她 就是有可能啊 但是在我休息的时候肯定会陪她 这个什么这个百分之百的 你可能是看中内在方面 对对对对对 那外形呢 不可能一点要求都不懂 如果行的话 其实只要不太丑 看得过正常就可以 正常 那对于什么 共同的心碎爱好啊 共同的娱乐方式啊 有没有要求啊 因为毕竟两个人在一起 那还是得有话说 对 才行吗 这个其实 可以慢慢培养吧 这个其实还是可以 你喜欢哪些方面 我喜欢的话 性格比较外向一点 就是不要贪闷 贪闷这种 你能爱好人吗 我还好平时的话 可能需要做一些户外的运动 去打了羽毛球 可能也喜欢一些参地自行车 然后平时的话 周末的话 可能会和朋友一起去打打麻将 这个运动 会不会成为你的一个走务要求 不强求 但是她有时间的话 可以陪我一起出去来 更好 就是 那女孩要是会打麻将的话 会不会在你心中有加分 会会会会会 会 你打麻将的话 会花多长时间去打呀 我看好的都是通宵通宵 不不不 周末周末周末 可能下午啊 这种就可以了 不可能通宵 都是娱乐 对对对 不上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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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因为好多人对这个棋牌上瘾的人 对对对 他是比较排斥的 我就得先问其他 对对对 女嘉宾呢 现在都已经到达我们的现场 一会儿呢 你就跟着我去接女嘉宾 好 我不知道你做好准备 做好准备 没问题这个 没问题 行 那我们走吧 好嘞 今天的女嘉宾跟男嘉宾一样 都爱打麻将 有着相同爱好的两人 会一拍即合吗 女嘉宾就在前面 有两位 一位是闺蜜 一位是郑主 你觉得哪一位是今天的郑主 我跟先向瑜的话 右右面右面 穿白色白衣服 为什么呢 就是 演员 演员 左边那位对不上你的演员 那你过去 第一印象吧 第一印象 那我懂了 那你一会儿过去之后 就跟右边那位打招呼 那不合适 不合适 都要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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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久等了啊 男嘉宾呢 给你带到了啊 刚才呢 他在旁边远远的 其实端向了你们一本 也自己心中有了一个女嘉宾的答案 因为我没给他说 哪一位是今天真正的女嘉宾 你自己来说这个答案是谁吧 是右面这位 右面穿白色衣服 对对白色衣服 那你过去跟人打招呼吧 打招呼 哈喽哈喽哈喽 我叫孙正义 叫正义就好了 哈喽 一会儿我数三二一 真正的女嘉宾就请举起你的手 好不好 你希望是谁举手啊 啊 都行 对 我都不过意了 哎呀 你还是说得扣论死了 别打开举手要好选 啊 是的 嗯 行 心中早有答案了 来吧 准备好吧 三二一 正主请举手 等等吧 哦 哦 大家好 我叫冯凯琳 今年21岁 身高1米67 现在在公司实习当文员 月收入大概3000左右 本期这位女嘉宾 冯凯琳 21岁 身高1米67 职业 实习文员 月收入3000左右 婚姻状况未婚 我的性格 比较内敛 但是就是相处久了以后 就会放开很多 然后我平时的兴趣爱好 就是听歌看电影 然后打打麻将 嗯 我觉得自己的优点是 非常自信 然后 三观比较正 我曾经有一段情感经历 是在大学的时候 和当时的男朋友 交往了一年 然后因为性格不合适 最终分手了 我觉得自己单身的原因就是 懒得出去社交 然后经常宅在家里 不喜欢出门 所以就没什么机会接触外面的人 然后就一直单身 我想找一个比自己高 然后有责任心 有上进心 比较温柔 然后相关比较正的对象 女嘉宾的择舞要求 一 身高1米70以上 二 有责任心 有上进心 三 温柔 三观正 按照男女嘉宾基本条件 以及择舞要求 两人匹配指数80%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女嘉宾的具体要求 比你高的话 具体有没有一个什么数值 没有 没有 只要是比你高就OK 对 那其他的呢 你还说有什么上进心 要有什么责任心 这些具体表现是什么呢 就是不要好吃懒做 顾佳一点吧 顾佳一点 就是我觉得男生的话 承担的责任会比较重一点 是 对 然后我不希望未来的对象 就是还要靠我赚钱养他这样吧 嗯 你现在其实也没赚多少钱吗 赚3000块钱啊 你怎么养别人呢 你也养不上 那你对对方的薪资有什么要求吗 没有 没有要求 对 那他不赚钱的话 他怎么上进呢 他怎么有责任心呢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慢慢来的 只要他有上进心 他肯做就可以了 嗯 你是一个不太追求经济方面的这么一个人吗 对 来问问闺蜜啊 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比较蛮人 就是跟不熟的人啊 他就整理会不熟 我感觉到了 因为现在我们是第一次见面 我就感觉他全身上下都发紧 不要害羞 他平时也是这样嘛 就是跟人接受的时候 也是站着端端正正的 说话很谨慎 我没遇到的 我跟他一起都聊天了 就还是很开朗 但跟不熟的人就还是不太爱说话 一般聊到什么样的话题 他会突然打开他的话匣子 麻将 什么东西 打麻将 打麻将啊 这是一个八卦呢 女生之间会不会聊 这个就是我们女生这件事情 那他适合什么样的男生 肯定要选得开朗点 你性格要开朗 嗯 再不熟 就是他也比较虎步嘛 你知道 嗯 他就是不要经常打游戏 打游戏为什么呢 就会忽略掉旅房里那种感受嘛 可能就不太喜欢打游戏那种的 其实可能你说的不喜欢男生打游戏 不仅仅是只打游戏这一件事 只要是忽略他的任何的事情 实际上都是有一点抵触的 嗯 那你希望的那种恋爱的感觉的话是 什么样的是要时时刻刻两个人黏在一起 要时刻照顾你的感受 还是说就是他可以去奔自己的事业 但同时可能会一定程度上忽略你 不一定非要时时刻刻腻在一起吧 嗯 要给彼此一些私人空间 嗯 你觉得要有空间才可以 对 嗯 在男嘉宾猜错女嘉宾的基础上 两人会带着怎样的情绪相亲呢 你看吗 来吧 尴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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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怎么圆 尴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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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 其实我是也是站得很远 没可能没看得太清楚 嗯 那你现在让你重新选一遍的话 你选谁呢 嗯 这个不太好选了 嗯 还不太好选 不太好 不太好 还是带有那种脸 不太好选了 不太好选了 这个 你看人家女嘉宾现在说实话 我是女嘉宾 我现在转头走了 脸色已经非常不好看了 只有我拉回了 只有我拉回了 那在这样女生脸色 不好看的情况下 能不能再说点漂亮话 让人家开心开心 青春美丽特可爱动人的小姐姐 请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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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你有句话没说 你特别爱打麻将 哦哦 对吧 你看女嘉宾那个脸上 发了可是有小时候的沾线了 他也是他也是喜欢打麻将 真的吗 今天是给你介绍一个麻友 好的好的 那你说我们现在是打打麻将 还是怎么着 先了解 等会儿再打麻将 先了解 再打麻将 那行 我再给你介绍 旁边这一位呢 是她的闺蜜 小张 郑主 今天我们的女嘉宾 小冯 孙正义 男嘉宾 你好 那现在坐下聊聊 聊聊 聊聊吧 那你找个地儿好不好 就旁边呗 好 走吧走吧走吧去吧 好嘞 男嘉宾有演员的是亲友团 两人匹配指数有80% 跌为50% 那接下来的聊天会是怎样的氛围呢 你平时选择还是选择 打麻将 打麻将 第二个 很第二个 应该说 还有共同情绪 平时打麻将打麻将打麻将 打麻将打麻将 其实我每次来 参加一个节目 是想找一个结婚 因为我之前的女朋友 首先是因为怡地 其实是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陪她 因为工作时间 就是早上十点、晚上十点 可能在路上 可能在处理一些事情 可能会… 偶尔会很厉害 没有及时会消息 这样 反正各种原因 导致来就是 你对于我的工作时间 一些方面有要求 就是需要不需要 就是我 你发邀请我必须死 就是要每次每个 必须马上回来这种 就是 那个没有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 还是能理解吧 两个人工作都挺忙的 也不能要求对方 时时刻刻都要回的消息 你平时和家里面 父母那些 经常出去刷的那些不样 我马上离婚 我从小不跟他们住在一起 真的敲烫 我们不是同样的情况 我们不是同样的情况 我们也是离婚的 你是跟爸爸还是妈妈的 你们是吗 我是 我婆婆也在大 我是跟妈妈的 跟我们 那你 我说你马上回去 你结婚会 再吹 再吹啊 就再吹 哪里有车有房没得了 这么直接吗 对 车走的话没得 房子的话有安静 安静房 但是在区间里 区间 哪个区 起疆 老家是起疆的 起疆的老家是 那也是有点圆的 好吧 高铁也30分钟 你父母出现了两个经纪 你自己打算合理结婚了 30之前吧 那如果结了婚的人的话 死打算在起疆去住 还是说 在租层买个房子 在租层有考虑的 对吧 有考虑的 对吧 可能的话 起疆了老房房子 可能会因为家里面 我们妈 她住的比较多 那如果结了婚过后 你妈哪儿 回来跟你一起住吗 我妈妈 可能会跟我一起住 她现在是在租层 还是在 在租层 在租层 对对在租层 你跟她住在一起了吗 没有没有 没有 那你现在是自己住房子住吗 对的 工作房 就是 那我们 你如果结婚的话 想两个人一起住 不跟妈 那儿一起住 哪个人要哪个 除了 因为我本身就是 出现一个房子 我们从前有工作房子 到时候我们可以 从这两个房子自己住 可以 这个都不便宜 但是周末 可能会见面的 一种应该不会影响到别人的 这时候不长期在一起住在一起 就可以是吧 那如果要再重新租层买房的话 现在压力还是挺大的 了解过的 我们自己了解过的 一个月的话 差不多可能要花个三千多四千块钱的 那你现在是从事上 那样的工作 你现在是什么 我 我现在还在实习 还在实习啊 对吧 你们学习的专业 你们学在什么 商务英语 商务英语吗 嗯 以后还可以辅导小孩 你答应对你后面的 规划也没有 有个自己的规划也没有 我现在就是想先集了一点工作经验嘛 然后以后再去找适合的工作 因为现在我有点刚刚出社会 我就是在工作的方面 没得太多的经验 那我刚刚听工作人员说 你是比较有幽默感的人嘛 那我想问一下 你重不重视对刘二的一种意识感啊 就是一种小金虾的一些 都会有都会有 每逢你接着必有惊喜 方法方面透露 你给你钱的理由 最惊喜的是什么 最惊喜就是 我记得很印象就是 有一年来情人节 我在外地 下午还在正常聊天 晚上我都已经回来了 在我家里面了 刚刚 其实我是在一边聊天 一边在坐飞机 就是 飞机上还能聊天啊 还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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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一轮聊天之后 女嘉宾以及亲友团 此时会有怎样的想法呢 对了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 为了回馈大家对于凡人游喜的支持和喜爱 我们节目增加了一个实时有奖竞猜的环节 观众朋友们可以在节目播出的当天晚上9点到9点50时间 播打8805 8805来竞猜当期节目的嘉宾是否牵手成功 如果猜对的朋友有很大的机会获得 获得由凡人游喜线下婚恋服务中心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大家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5 8805 参与进来吧 聊了一轮啊 而且看三个人在聊的时候说实话表情挺凝重 怎么个情况 就是一般 一般 是你觉得一般 什么个地方一般呢 首先是外观 我感觉有点矮了 因为我们北里本来都想造一个比他高一点 其实他身高是比他高的 但是我感觉感觉 你是说从这个视觉方面来看的吗 不是说一下高中很大一点 这是外观 还有哪个 而且一点偏熟嘛 又不是方便看见 你说往后几秒 我的天哪 往后不了 我不理你 但是有点瘦 但是他平时的你看他喜欢运动 他也说他平时的爱好还是偏户外一点 身体素质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 每个还是挺加反正的 但是就是瘦了 如果这样再多挂点肉 这可能会更好 也不要太多 不要太多了 反正就是 该有肌肉有肌肉 肥肉也不要多了 对对对 好 行 同时感觉这怎么也是给我提出的建议呢 这是 还有呢 第二个就是在谈话方面 谈到他的心脂肪 我觉得也还好吧 还好 他八千 七七八八加起来有八千左右 你 还不错了 因为我们年龄也在四十八菜 我觉得 拉拉生就可能要多担当一些 是得多担当 现在已经多担当了 你三千他八千 我感觉还是比较匹配 但是他比我多几年工作经验 我不可能到他那个年纪 还领着三千块钱的工资吧 你是觉得你到27岁的时候 肯定不只是八千的薪资状况了 肯定不止三千 那你觉得薪资是不满意的 其实还好 你觉得还行 你觉得不行 我觉得要五位数吧 还是要 五位数 至少一万以上 你都有点惊讶了 我可能刚刚开始实习 我对五位数的工资 对我来说还是有点惊讶 近遥远 对 而且没什么概念 对 因为他现在房子在积一家嘛 如果要在积一家买房子的话 我觉得八千块钱压力还是比较大 所以说对薪资要求比较高 还有就是他那个 他说什么 去你 去你 他说他感动你的房子 什么 你见面 我都觉得这个事情 还 还 还平常 对吗 还是好惊讶 没得啥都值得感动你的地方 明白了 你也是这么认为吗 差不多吧 就是 因为我现在才儿子一岁不到嘛 然后他感觉有点比我大 而且他们房子也是记得去 吹他结婚 但是我现在 我们房子的情况就是 我妈的孩子 他还没有 就是记得让我 赶快嫁出去那种 而且我也想在房子 多陪一会儿房子的人 所以说现在是两个个情况 我觉得年龄差得有点大 而且他们不得有点催他结婚 然后我就是觉得 他跟他前女友做的 就是说最感动他前女友的事情 然后我就觉得 其实不是很让我感动 因为这些事情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如果你刷朋友的话 你要去见他 那个肯定是 必须的 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值得 让我感动一点 哎 然后他的薪资的话 其实我是没得啥子要求的 因为我觉得 可以慢慢来嘛 现在工资低的话 以后可以慢慢赏身嘛 就是只要他又想进行 哪些都不是啥子问题 就可能你认为的啊 他觉得还不错的仪式感 你们并不觉得这是一个特别 能够符合你们方心的仪式感 对 那你们觉得符合方心的仪式感 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肯定是在细节里面吧 就是 打个比方 就是他不一定非要表现出来 他可能就是藏在生活里面 很细节的一些东西 然后就是我 比如我不经意说的一句话 就是说我想吃什么 我喜欢什么 然后在哪一天 他会突然给我准备好 送给我这样 我会觉得挺感动的 哦 是因为你 你不经意说出来的话 对 被他记住了 是的 那除了这些呢 其他实际上都还算是比较满意啊 其他没有什么问题 嗯 那其他没什么问题 其实我就觉得啊 这只是相处时间不够的一种体现 两个人在多相处相处 多聊一聊 甚至互动互动 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而且男嘉宾你觉得他这个身高不够啊 但人家有肌肉嘛 是不是 虽然肌肉就像闺蜜所说的 现在还不够啊 一会儿可以催催她 你可不可以多健健身呢 你可不可以把身上肉再挂多一点啊 让我多一点安全感呢 这不是不能解决的事 然后再一个呢 就是关于仪式感 我呢其实感觉对于男生这个角度来说 确实有时候好难记的 有时候我老婆也说我 哎呀你有些事情就是没记得到 因为我还是跟你说了 你不把他放在心上吗 不是我没放在心上 而是从男性的角度来说 你必须明确地告诉我 你给我做个什么样的事 会让我感到开心 所以说OK 我就做这个事就行了 一是怕我做错了 知道吗 因为万一你又没明确表示 我一做做错了 那不多挨骂吗 那为了不挨这骂 我就不做这事了 所以说我们是希望听到一个明确的指令 如果你喜欢什么样的仪式感 你一会儿可以就是稍微明确一点地 给男嘉宾提出来 看他的反应是怎么样 好不好 好 女嘉宾与金友团并不是很满意 女嘉宾提到了四个不满意的地方 一 男嘉宾身高视觉上没有自己高 二 男嘉宾太瘦 三 男嘉宾没有仪式感 不注重细节 四 对于结婚过于着急 关于不注重细节这个问题 男嘉宾一来可是这么说的 同事一起都觉得我处事非常注意细节 那此时第一眼就没有选择女嘉宾的她 会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呢 男嘉宾 刚才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我注意在看你跟女嘉宾的聊天其实并不多 主要是跟她闺蜜之间的 对 我感觉是女嘉宾比较慢 慢热一点吧 感觉是 是比较慢热 感觉是 你现在对女嘉宾的话是个什么样的看法和感受 真实的话 真实的话我觉得就是性格方面可能会慢到一点 但是平时她的聊天说话谈吐这些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还是 对对对 你觉得现在的话你能给她打到多少分 嗯 满分十分的话 七分左右吧 七分 七分 七分吧 七分的话其实是远远达不到就是最后要结婚的那个目标的 嗯 差不多 她说她没有那个经济压力工作这一块就是很随意 这我想到可能会要她有一份固定的工作 这种是这个样子 毕竟搞实习嘛 对 不要她就是要找这个工资 但是一定要有一份 属于自己的一份事业吧 嗯 对对对 自己踏实干的 对对对对 你觉得她现在实习的话其实一切都是不稳定的 对对对 刚刚的团聊天中就是 嗯 就是无所谓这个样子就是 嗯 无所谓 对对对对工作现在还不上心 对对对对 毕竟小孩刚出来 对对对对对 好 这是第一点 还有呢 还有其实我最最建议就是这个其他的 其实说实话啊 我是感觉她好像就从视觉上看上去 她好像还比你高一个嘛 感觉是这样子 你会不会有压力 那不会不会不会 这个身高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 但是我要给你反馈反馈啊 可能女嘉宾对于身高这方面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要求 她的要求呢 是男生只要比他高就行了 但是呢 虽然你确实比他高那么一点点啊 但你从视觉上来看 你知道男生都会显暗一点 而且你太瘦了 你多少斤呢 一百 但是我一船 一船里面也是这样子 你是只不胖那一船 只不胖 即使我晚上十二点过吃宵夜 一样的 你输点水给我吗 我也我也想越来走 对对对 如果说出眼泪都掉下来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对这个是没有 你有没有跟女嘉宾就是明确的解释过这个 没有没有这个是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他其实也是希望南方再组成的 是有一套住房的 工资他觉得OK没问题 但是这个房子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式啊 或者说有没有这个计划呀 嗯 房子的话我打算的是等我前面的房子过完西洋 然后再那个才重新再考虑 大概这个时间段呢 应该是在 因为我那边已经差不多了 因为之前就是伏的比较多 嗯 有有现在有能力可以提前去还 但是就不想不想去还 可能也在30左右吧 结婚的时候 如果考虑买房的话 应该是没问题的 OK的 可以结婚的话 你想的是三年左右 三年左右就要结婚 对对对对 你刚才好像明确的也跟女嘉宾说了 我就是奔着结婚去的 对对对对对对 那女生呢这边有一些想法 她是说感觉有点赶牙子上架那种感觉 就好像今天一来 就是说咱们是不是要把这婚事给定下来 那我就不合就没有没有没有 她又会感觉有很大的心理压力 所以说她会有点防御的那种状态 她说你要不让我再考虑考虑 我说一会呢 你也给女嘉宾解释清楚 不是说今天咱们就要定了就成了 要要定一个什么马上的规划 对对对对 是不是这样的 咱们能不能先先储上 对对对 然后关于结婚呢 三年也好四年也好什么的 就是情侣之间老生常谈的问题 关于仪式感 我不知道你以前就是怎么看待这仪式感 就是我每过年过节的话 可能会送花呀送你小小礼品啊 这些对对对对 因为刚才你在聊天的时候 也聊了一些跟前女友的一些小故事 你觉得很感动什么的 但是女生刚才过来跟我说 她说对于这种事情 她们是完全不care的 她们觉得这完全就够不上感动 而应该是怎么样呢 是生活当中你就应该达到的基本线 你最基本的应该是这样的 而且呢 女嘉宾也跟我说了 什么样的仪式感是女生比较喜欢的 就比如说 今天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啊 我今天特别想到那江边去看一看 玩玩实怎的 然后突然有一天 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你就带我去了 去了之后我就会感觉 我提出的这个要求 其实是被重视的 对对对 我就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所说的 对对我能不能 就是就是她可能 她自己说的不经意的一个事情 但是你把它放在心上 现在你们也不能就这么坐着一直这么聊了 因为聊下去呢 肯定是越来越冷淡越来越冷清 这个气氛肯定起不来 我是说要我两个人动起来 找个地方什么走走看看 搞点什么小活动 可以啊 要不然我去问你嘉宾的意见 行行行 太好 太好 你去问一下你嘉宾 然后一会你们爱干什么干什么 好嘞 除了打麻将啊 好嘞 好嘞 去吧去吧去吧 好嘞 两个男嘉宾对女嘉宾的工作态度不太满意 两人匹配度从50%跌为40% 那两人之间的互动又能否顺利进行下去呢 来 那我们躲点打麻 好嘞 我不会打呦 没事 开始这样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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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手手 你手手不要弯 都自己的行动 动手这样 这样 这样 这次往前面站一点 这样 球球往前面放 是这样 我还是喜欢怎样打 打不打 打不打 怎样打打电影 你个… 我不会 你这边有很多人 不是,你放在车面 不要放在前面 你放在车面 你会这样 放在车面 看到吗 不要放在车面 你放在车面 你不要放在车面 不要放在车面 你放到车面 不要放在车面 放在车面 球又放在车面 我的意思 你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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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发球就行 你发球就行 不错呀 大大 我看刚才是 来男嘉宾你过来吧 刚才我是看 男嘉宾教了你几个 发球的技巧之后 至少能够顺利地 把球发出去了 不过男嘉宾 我也是觉得 你确实选了一个女嘉宾 觉得比较吃力的项目 女嘉宾打的 说实话笑容都快打没了 我觉得这项活动 咱们也别继续下去了 行不行 可以不玩这个了 有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有 有啊 那把这还给我吧 刚才两个人实际上 进行了一番聊天 聊了之后呢 其实有些 两个人都觉得 还没有聊到位的 或者说还有一些 没了解清楚的 因为今天 咱们时间也不多了 咱们再花点时间 了解了解 然后咱们做最后的选择好不好 好的 好的 找个地方做吧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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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喜欢买的东西他总有利用 就是不需要就是可以 那就是如果我买很多口红 然后用不完 我也放了点还会继续买 你会觉得就是有点不能接受吗 还没都是每个女孩的天性 那个人也不能接受 那个人接受 那如果我想买CSP哪些的话 你觉得价位大概好多你能接受 不超过三万吧 我觉得 三万 对了就是就是 就是买CSP也仍然是不要市场 每月都卖 对不对 买是很正常的就是 不管那个都没卖就是 也是空 刚聊天的时候 听到你们屋头就是 对于你那个结婚的情况 还是挺着急的 就是他们那边是吹了你结婚嘛 但是我的话 我还是想顺其自然的发展 我不想能够快乐 就是感觉目的就是为了结婚 去那个那个样一样 我喜欢顺其自然的 等他直接慢慢发展嘛 那个你想多了 只是说可能规划成在三年在这里啊 但是 往往有时候会 一直跟到显示的 正常规矩来之后呢 就是不一定规矩来 比如说我三年结婚了 他必须要结婚 那如果妈妈一直催你结婚的话 你会不会就是顺从他们的意愿 不不不不 这个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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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聊天的事情 你想想多去尝试几份的一个工作 就是就现在你对工作方面的话 就是有什么就是规划的一些意愿 就是我现在还挺年轻的嘛 我也在积累工作经验 就是我觉得 你要花时间去晓得 你适合啥这样的工作 所以我现在还在尝试阶段 那你大概就是尝试到 多久时间 才能就是把那个 你喜欢的一些工作鼓励一下呢 尝试睡座有个 又聊了一轮了 这次感觉有没有好一点 比感觉比刚才好一点 就是他我回答问题 他就一直点头表示认同 但是从表情感觉就是 还是比较有点那种冷淡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尝试 这感觉是为了对话而对话 对有一种这么样的感觉 不知道他是就是没不中意吗 还是他 我不知道他现在最真实的想法是什么 就是那从你自己的角度来看 你觉得他现在有没有达到 就是对结婚的这个程度 我觉得还没有达到 刚才聊天当中就是 他觉得他25岁之前 想把工作缺点下来 但是我因为确实说是25 但是不知道后面接下来会发生怎么 因为计划永远改不上变化嘛 他就是感觉就是那个他性格方面 就是感觉不太热气 就是外向就是感觉很内向 就是你现在的感觉就是 就是我不想牵手了 就是说我不想进一步再了解了 我觉得就从刚才的这两项 我觉得需要时间的验证吧 我觉得可以 我们可以先从朋友做起 当场可以印证的 实际上已经印证了 觉得还不错 但是还有两项的话 时间来给出你答案 对对对对 所以说你还是愿意跟他牵手成功的 是的 那这样说的话 刚才我们其实聊到一个问题 叫仪式感 对不对 你说既然都是要选择牵手成功了 那要不要比如说做点表示啊 或者说你表示一个自己的心意 可以刚才我在 刚才我们聊天中中 我也注意到他的一项事情 就是我知道怎么做 就是 哦 知道 对对对 我也想就是想表示一下自己 对对 行 那我就不多问了 你自己去权衡 你自己去准备 好 好 男嘉宾嘴上说着不满意女嘉宾的性格 却又去为女嘉宾准备小惊喜 那此时女嘉宾有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呢 刚刚跟那个男嘉宾聊了一下 我觉得他性格还是可以 人也挺温柔有耐心的 然后他相关也跟我相符 而且感觉他对结婚那方面的事情 他有自己的想法 他也不是完全听他妈的 所以我觉得 还是可以使得去了解一下 你有啥的建议 我觉得你们两个不太合适 给 因为他二十七了 所以身世年龄上 都不太合适 我们还年轻啊 莉莉 我们还年轻 我们都想这个 怎么说啊 而且他外星上 你也不是很满意的嘛 是吧 然后 而是其实了 那些房子有点起来 车子又没得 我觉得物质上 可能也不太好 也不太大地 然后 就要看你嘛 我觉得 反正我不是很喜欢那种 虽然亲友团依旧不看好两人 但女嘉宾并没有之前 这么认同亲友团的看法了 此时两人匹配指数 从百分之四十升为百分之七十 那男嘉宾的小惊喜 能进一步地提升 两人的匹配指数吗 终于到了最后选择的时候了 男嘉宾 刚才你是跟我说有所准备 但是我现在看到你依旧是两手空空 在兜里面的 在兜里面的 就刚才就是像女嘉宾的那个人当中嘛 就是我看他也平常喜欢麦克尔 这一样 就是我想这个他应该会喜欢吧 就是 所以说你专门去准备了 对对对对 刚才才 我检查还是哈 是不是死亡巴逼分汗啊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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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派你去搞个那种颜色 谁也不能接受的 还专门问了那个贵远的 不是不是就是那种就是 大部分女生都不喜欢那颜色 就是 是 于是感信心 现在咱们是做到了 但是呢 最后你看有没有什么话 要给女嘉宾说呢 可以打算我 我和她说一说 好 来吧 好 其实经过今天端正的那个乡村嘛 我觉得那些品格 每个孩子都多不出来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太短了 就是我想就是我们那个 接下来会多了解一下彼此 我肯定希望我们能成为对方的严格吧 但是如果既然 无成不到牛板 成为麻油一块多好的呀 对吧 好 刚才我说 常常里面也可以给你买一个小口红嘛 就是你传的品质就比较喜欢 就是希望你能接受 男嘉宾 确实语速够快的啊 这么一大段话 就用了那么十几秒钟就讲完了 不过 意思表达的还是很清楚 男嘉宾呢 今天也不是说非要 一定要成为男女 今天男嘉宾是想跟你交一个普通朋友 看以后能不能有更进一步的机会 对 你嘉宾 现在选择权来到你的手上了 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 心理包袱 不是谈恋爱 只是交朋友 如果你愿意 跟我们今天小孙交个朋友的话 你就把这口红接过去 如果不愿意 那咱们以后还是人 算了 朋友都没得做啊 就把这个口红再给小孙推回去 能不能行 可以 可以啊 那行 那就做好选择的准备吧 二游戏 我们等你 女嘉宾 请做好准备 三 二 一 请选择 接过来了 怎么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啊 真是 是愣住了 是紧张了 还是怎么着 其实也是没有想到男嘉宾那么细心 把我说的话都记得去了 因为我对男朋友的要求 也是要求比较细心嘛 我觉得从普通朋友主持挺好的 因为做不成年了还可以当朋友嘛 而且我们兴趣还好都差不多 以后还可以远行一起打麻将 结果最后还是想着打麻将这一场是吧 你看今天乡亲的时候没打什么麻将 人家心里疙瘩在这儿呢 说你说我打麻将 我看你打的有好凶是不是 那天真的就约出来就是打打麻将什么的 吃吃饭呢 看看电影啊什么的 感情嘛 都是一步步来 不合适 咱们再说能行的话 那也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是吧 其实做朋友主持也可以 我相信嘛 就多加一个朋友的当事 其实通过那个女嘉宾那种 脸上的表情啊那些看不出来的 其实今天她能打赢 我感觉是很意外的 我本来是刚才开始的时候 就只有80% 我都会失败 这真的没想到 就是刚才刚才说说的就是 就这样做不成年人 做一个朋友其实也没儿子的就是 那同时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也想来到节目当中脱离单身的话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拨打人线电话8805 8805 或者来到龙湖新一城二楼 凡人有喜 现下婚恋服务中心来进行咨询 孙儿子是打马掌吗 会 可以啊 有的吗 也是打马掌吗 那先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说声再见好不好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